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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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安節目 今天會和大家說說O NANA 今天問大家的問題就是 大家覺得到現在這一刻 O NANA究竟仍然是貨不對版 還是已經佔入街景 還是還有其他可能性 你會怎樣看呢 大家請留言說說 不過講O NANA之前 也想和大家說說 我今天 作客了Jayton仔的頻道 他今天有新的搞作 所以有新的影片 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大巴在Jayton仔的影片說了些什麼 可以去看看 也希望各位不同的萬聯頻道 都做多些新的搞作 讓我們萬聯球迷 可以多些不同的資訊 OK 好 講O NANA這件事 其實今天想說的 就是一篇文章 來自The Athletic 兩個記者一起做 包括Anti Mitten 和Carl Anker 他們從三個角度去看看 究竟O NANA 今季來了萬聯之後 的表現是怎樣的 第一個表現 就是從一些事件 尤其是深刻印象的事件 去看看情況 第二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 就是從一個資深的搜門員教練 說 O NANA的情況 是怎樣 第三個角度 就是從一些數據的角度去看 所以都很全面 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好了 一講O NANA 我相信初初來到萬聯 大家最記得的是 其中一個 重要的哈魯事件 就是發生在歐聯 對著加拉塔莎那場球 他就被前車路士的球員 亦都是前亞直司的球員 Saij 就借了一些罰球 他就竟然救不了 當時來說 因為這場球 就差不多都令到我們 歐聯出局 當時來說 我想很多的萬聯球迷 尤其是 原本對他的期望很大 因為之前那一年 他還是代表國際米蘭 去歐聯 踢到決賽 踢到決賽 對著哥迪奧納的曼城 都是相當表現出色的 但是 法國來了萬聯之後 好像完全不懂得救球 還有 當時我們經常都說 他反應好像慢了半拍 真是很奇怪 當時來說 坦克仍然很支持他 仍然不想去怪責 關於他的錯誤 但是 原來 The Athletic的報道 就這樣說 我不知道見還是留 就是說 有一個很年輕的球員 萬聯球員 在我們自己訓練的時候 問過奧納納一個問題 其實你懂得救球 當時我相信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年輕球員 很多的萬聯球迷 都有問這個問題 根據The Athletic 找到一些比較接近奧納納的人士所說 奧納納說當時 其實都不知道 為何會發生什麼事 為何會有這麼多錯誤 她說她經常都很有信心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了信心 當然 龍門其實是其中一個 很需要信心的位置 因為雖然我們經常說射手 如果你有信心的話 就多入球 但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只多射失 就不會輸球 但龍門就最慘了 萬一他沒有了信心的話 他一失球的話 就會令到球隊輸球 即是由和變輸 或者贏變和 這些情況 其實就震撼到很大 又是那句 大家對他的期望 原本是很高的 因為大家都還記得 我們之前的守門員 迪基雅 雖然他在這個 所謂的坦克式足球後場 就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他在撲救方面 的確是非常出色 不要說全勝時期 就算在臨萬聯最後幾屆 他都做了很多出色的搏購 但是當然 他其中一個 大家覺得 都是時間退下來的原因 就是 在最後一兩屆 他都會有一些脫漏的情況 但是 想不到 換了一個新的龍門 一個大家都 期望很高 一個歐聯決賽都踢過的龍門 竟然一來到 就很多脫漏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不太接受這件事 尤其是 他初初來到在2023年 即是 頭季的上半部 他給人的感覺很不穩陣 以及失了很多球 說真的 萬聯今年的確是失了很多球 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 但是 他現在是 過了 過了2023 去到2024之後 好像 發揮比較穩定 例如 有一場 對足總盃 對森林那場比賽之後 坦克就這樣跟記者說 歐拉拉表現相當出色 也在英超 現在越來越做得好 他現在很明顯在進步 現在看到他有一個好的基礎 就會越來越 踢得好 有一件事就是 關於 他的後防方面 因為 其實 另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後場表合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時我們覺得 或者 坦克覺得迪基爾不適用 就是因為他後場表合做不到 但是 今季來說 你看到奧娜娜的後場表合 亦都老實說 不是說 很出色 當然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實在我們的後防 變態度 由於雙兵的問題 我們的後防不停不停地變 所以 尤其是當 馬天尼斯 基本上都受傷 多個踢 蘇爾也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後場表合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後場表合 不是一個人做到的 是要幾個球員 才可以做到 所以很多時候都看到 奧娜娜和 迪基爾的分別不大 都是後場所謂的 表合 搞得兩下之後 結果是一個長波 這樣 表向前面 所以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 可能會比較奇怪 好了 之後 想跟大家說說 站在第二個角度 以上 就是今季 又一直發生的情況 跟著 他會跟大家說說 我們一位搜門員的教練 Eric Steele 他是廢Sir年代的搜門員教練 現在在竹種教育U20 究竟他說什麼呢 他說奧娜娜和迪基爾 甚至乎舒米高 來到萬聯之後的經歷 都極度相似 頭幾個月就相當困難 但你也要明白為什麼 奧娜娜是來自意大利聯賽 速率和速度 均速都是不同的 還有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記 在英超每個星期對著的對手 都有很多不同的踢法類型 其實也令到很多時候 一個新的門將來到英超 很難適應 例如 你可能一個星期對著一些 很喜歡拿著Possession 踢的球隊 利物浦、巴里頓、維拉 或者萬聖 下一個星期對著一些 反擊的球隊 亦都在意甲 踢不同類型的球隊的 變化是沒有那麼大的 還有還有很大分別 這也真的有分別 因為意大利的球場 通常觀眾席和球場有一個距離 很多時候有些跑道 如果你在一個 英格蘭的球場 很多時候沒有跑道 你的觀眾就是在你後面 還有有幾萬人 例如奧德福有七萬多人 他說這件事 很多時候對於你做一些判斷 都有影響 因為龍門的確跟球迷很接近 很多時候球迷喊 龍門都肯定聽到 所以這件事也需要適應 所以來說 其實他就說 很多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尤其是當奧德福一開球 就記不記得在一場熱身賽 被對手奪死 他走不及回龍門 記不記得他走得太遠 這件事其實跟 中後場的防守很有關係 因為當龍門走得太遠 打到清道夫的位置的時候 中前場的迫搶一定要足夠 如果中前場迫搶不夠的話 對手就有一個機會和空間 去凹死你 所以這就未必是完全是龍門的責任 但可能因為這樣 他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失去了多少信心 當迪基亞 尤其是在全盛時期的時候 其實 他前面的後方 就是加里里維里 尼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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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令到奧尼奎 不能夠發揮到 他應有的水平 好 第三個角度 就是從一個數據的角度 現在和大家看看 畫面那裏 就有一個 數據叫做 Expected Goals on Target XGOT 這個就是 一個有機會 射中籠轉化成入球的一個數據 奧娜娜的XGOT是29.8日的 大家看到中間這裏 實際上是 失去了球 就是26球 現在說的是 這個球季的上半部 2023年 即2024這個球季 2023年的數據 換句話來說 其實在2023年 他是 預計被人射到中籠的球 是29.8日 就減回入球的球是26 所以 其實他的表現算是不差的 他是幫曼聯防守了 3.81的入球 在英超來說 就排第四 但你見到 這次的龍門真的很厲害 他防倒的入球 總共有6.74 即是奧娜娜的Double 所以來說 The Athletic的記者說 這個數據一點都不失禮 還有最有趣的地方 反而在2024年之後 大家覺得奧娜娜表現可能更好 反而 他的XGOT是12.3 而實際上失去了12球 其實他幫曼聯減少入球 只是0.3 所以如果從這個數據去看 其實奧娜娜 在我們覺得他表現得不穩定的時間 反而 就好像更好些 這個文章不說 我都不會察覺到 當然也是 正如我們所說 很多時候 龍門的表現和後防的選擇 或者後防的表現 成為一個正比 也是我經常說的 其實防守是很講整體的 OK 還有這個數據 大家都未必猜到 原來 我們曼聯 面對兩邊出球的次數 是英超之冠 是546次 另外 他接到的球 也是這麼多的龍門 排第一 接到27次 手錘打走了 有11次 所以 其實 原來 在數據上 來說 奧娜娜迎接的高球 原來是不差的 但問題是 我們曼聯 被人在兩邊出球 也是相當之多 跟之前所說的 類似情況 就是 兩件事是相負相成的 因為我們的後防 踢得不好 所以令到奧娜娜的壓力 相當相當之大 所以 感覺上 奧娜娜好像完全不行 當然 奧娜娜自己 我相信也有一個責任 有一部份是責任 但其實 我經常說 防守是一個整體 所以 整個團隊 都會有這個情況 另外還有最後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奧娜娜 就真的 已經 從非洲杯之前之後 也是那句 2023和2024年的表現 原來 他在 2023年 那部份的球櫃 他真的到處走 看到左邊這張圖 但是 在 2024年之後 反而他縮得比較後 這個圖 就是他碰球的比率 你看到 2023年 他就在中間 或者很前 都有機會碰球 你看到中間 就是出軸禁區 有22% 中間 但是 去到2024年 只有16% 所以 他就基本上 在自己的後半場 三分一 禁區的位置 那裡 比較多 就是說 他向前 或者是前面 足球的機會 小了 他打清道夫這個功用 就已經沒有那麼大 即是保守了 OK 所以我自己 感覺到 奧娜娜 真的要經歷 所有搜門員 來到英超 都要經歷過的陣痛 那現在 我覺得 接下來 如下的賽事 就是說 究竟是否真的 可以站穩陣腳 其實都是相當重要 正如我們 這段影片一直都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 除了他自己的信心 和自己的表現之外 亦都好看 我們後防 究竟可以 說真的 因為現在看來 如下的球櫃都不會有馬天尼斯 所以就可能有機會出來 但是我自己的評估 接下來的 如下的球櫃 我們後場build-up 都不是做得那麼多 就要考考 奧娜娜的長傳 會不會是跟我們 合得多了之後 真的幫手倒 因為近幾場 對曼城那場 福仔的入球 其實就是奧娜娜的長傳 如果這件事越來越做得好 就叫做多了個板斧 如果明年 我們有蘇爾 有馬天尼斯 又或者更加買到多一個 可以在後場标-up的中堅 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 奧娜娜的功用 就越來越發揮得到 即是說 很樂觀地去看 如果奧娜娜在今季的如下賽事 繼續在防守 撲救方面 拿回他的信心 不像初初那樣 騰騰鎮食甲軍 是拿回他的信心 而相反 我們明年 後防 穩定一些 以及 可以做到build-up的球員 多一些 就更加能夠發揮到 奧娜娜 應有 在後場build-up 或者幫到進攻的表現 這件事當然 現在這一刻都是一個 古蹟來的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 你的看法會不會不同呢 歡迎你留言 和大家聊聊 今次在這裏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條片未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